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仁序魁丑心有甲午 这个人说他的八字 有仁宗三祈 仁魁心 这个叫仁宗三祈 可是他现在运不好 对他的这个八字来讲 仁宗三祈对他以后 会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个影响 很多人在批命的时候 很喜欢什么天上三祈 仁宗三祈 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一些东西 来讲 在五行派不以这一些为主 他一样都是看五行流通 一个迷失点 完整的八字都不一定看得准 你用单一点的论点去批命 难道会更准吗 当然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在算命的时候 全部都会先回归到最完整的八字 因为那是最完整的资料 有这些完整的资料 先判断了以后 这一些什么三祈不三祈的一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神煞这些来作为辅佐 而不是以这一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来作为主轴 然后完整的八字来作为辅佐 他是一个 有点颠倒的一个情况 完整的才是要最主要的 结果很多人都以单一点来论 当然他论出来就是奇奇怪怪的 我们来看这个八字的一个特点 他的一个本命 天干来讲任魁 去生甲木 所以他的一个残运上还算不错 他的一个地支 我们也可以知道 吾火生戌土 生酉金 也算不错 他进入了这一个运以后 丁氏大运的时候 第一个 丁任一合 所以 他的一个食伤 他的水就少掉了一个 当他的水少掉一个的时候 因为他的财运还是在 只是虽然会变弱一点点 可是他毕竟还是在 所以财运上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脑袋瓜子 聪明才智 必定是怎样 会偏弱的 进入了这一个 誓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他原本是吾火 这时候再多一个誓给他 也就是说他的官运是加强的 而且他是不会有大爱的 反而是加分的 在这一种情况 他的八字 本身就会比较适合在官场上去发展 在职场上去发展 但论他下一柱的时候 各位你也会发现到 乌龟一河 任水生甲木 地支两个五火 所以他的下一柱大运 其实也是一样 在职场上发展 会非常非常的不错 可是他为什么他会说他最近的一个财运不好 他其实他最主要说他的运不好 是在说财运 各位很简单 去年几汉 甲几义合 没财了 今年庚子 庚金克甲木 所以今年也没有细唱了 他今年也没有细唱了 也就是说连续两年 他的一个财运 甚至应该说连续三年 戊虚年 他的财运也没有很好 也没有很好 所以他连续三年的一个财运 其实都走的并不漂亮 尤其最后两年 更四万七八糟 为什么戊虚年也会不好 因为丁刃一合以后 变成癸水也没有 剩下一个甲木 甲木生他的力量变得更少了 所以不会变比较好犯 而会比较差一点 这一种情况下 跟他的三旗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 他的三旗也不过就是在里面的当中的字而已 这个字拿掉 那个字拿掉 是不是又回归到了一个五行流通的 这个基本架构上 所以各位 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我常常讲 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八字有什么神仇 你什么格局 那些 我们根本不想理你 为什么 你算八字 不是在拿这些 我以后会怎么样 跟你说 你以后一定不会怎么样 因为八字 他给你的是一个运程 他不是给你一个绝对 不然的话 相同八字 怎么会完全不同命呢 所以不要老是在拿这一种格局的算法 然后来讲说 我未来成就会如何 我现在 你只要敢这样子问我 我敢跟你说 你未来成就一定不会如何 因为 你从来都没有认真过 你从来不去努力过 八字给你的是一个运势而已 假如八字是绝对的话 各位 你不用学八字 你可以不用学八字 反正你有一个好八字 你这一辈子就混了 但是恰恰好相反 为什么成功的人 永远都是那些少数人 失败的人 绝大多数人都是很平常的 因为要成功 非常非常困难 他除了运势以外 还有你的能力 还有你的地力 要三个相加在一起 才有可能让你成大功力大业 不然的话 大多数的人 98%的人 都是平平凡凡的 因为要成功 很难很难 所以当你在这样问的时候 我只会问你一件事 然后你说你格局很好 来 你以后会到哪里 你有没有做相关的事 我以后会当大官 好 你会当大官 来 你要怎么当大官 跟我讲 因为我的八字 你的八字 你的八字只给你运势而已 不代表你会这样 所以很多人把八字当做宿命论 八字只是给你运势而已 为什么 我们时常在批命的时候 都会碰到一件事 老师 我什么时候真命天子会出现 我就跟他讲 你在之前的大运某几年 这几年是你可以结婚 你为什么不结婚 老师 我就拒绝人家 各位 机会都给你了 你去拒绝人家 假如说八字是绝对的话 不管你有没有拒绝 那时候的你 你应该都要结婚 可是为什么没有 因为八字给你的是机会 给你的是运势而已 他并不代表你一定会这样 所以为什么五行派不看格局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格局会让你觉得你好像很好 可是实际上他会让你完全不努力 完全都认为你自己一定会这样 但是现实生活中 有多少人是因为批了八字以后 而害了自己的 非常非常多 甚至学了八字 把自己搞的乱七八糟的 大有人在 这些为什么你们不去警惕呢 永远都只是在网路上 说格局怎样 永远都在讲这一些 你假如跟我一样天天在算命 天天都会看到人他是怎样 然后你去看到他以前又怎样 现在又怎样 各位 你那个感触才会深刻 不是在网路上帮人家算个一句两句 你就觉得你很厉害了 各位算命没有那么简单 算命你要跟人家面对面最少30分钟以上 你那个讲那个 你打那个几个字 几秒钟就讲完了 你要批出他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你才会了解到什么叫做八字 他以前怎样未来怎样 甚至你帮他批了以后 他只要再回来跟你反馈 是不是跟你所批的一模一样 这一些你都要去怎样 你都要去做 不然的话你的八字永远只停留在 就像这个人一样 我有三起贵人 人中三起又如何 又如何 你有人中三起 你有过得比人家好吗 还不是一个平凡的一个 很多人都这样子 我都认为自己八字中有什么 我好像跟人家不一样 跟人家比起来 你就是一个杂杂而已 又没有比人家好 所以这个就是在八字上 会让人家有迷失的一个点 总觉得自己八字很特殊 跟各位讲 在五行派没有特殊的八字 五行派全部都是看五行流通 不管你八字再如何的特殊 都没有用 因为五行流通 他给你的一个运势 这个运势给你了 你自己的能力不足 你自己的不努力 一样不会起什么作用 顶多好运的时候不会变成差而已 但是各位我常常讲的一件事 你不努力 你就算坐在这里都会出事 当运来 那个运 衰运来的时候 坐在这里 不做事 一样会出大事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成功很困难 失败很简单 所以为什么五行派一直在跟各位强调 危机两个字 什么时间点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失败 就算坐在这里都会失败 你成功做了一大堆 往成功方向的事 还不一定会成功 所以成功很难 失败很简单 所以 一直在跟各位强调这一些观念 一直在跟各位讲说 所有的东西 你回归到五行流通上去看 你会看的非常非常清楚 而不是流于这些格局混乱 然后把你自己捧的高高的 但是对于未来 你完全一概不知 结果就摔摔的重心 就这样子 重重的给你摔下来 多少人是因为这样 然后到网络上 人家以前说我什么格局怎样 你得到的只会是事后套命 什么叫事后套命 那不是跟你所讲的一样 你的八字又因为怎样 所以你根本就不是那一个东西 你只会得到这种答案而已 对于你的未来 对于你的现况 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各位要知道 批命 不是在玩这些文字游戏 他是真的要能够预测你未来 何时 你该注意哪方面 你该 掌握哪方面 你这样子才不会 好运的时候 你丢给他烂 坏运的时候 带着钢灰一路往前冲 撞得透过血流的 看过多少人都这样了 看过多少人 我希望下一个不会是你 我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都知道我自己没有运 就算我大幅的提升 我也不敢乱冲乱撞 为什么 因为很有可能 我就又回到原样了 各位要了解 所以 在五行派 他不跟你扯天扯地 乱扯一通 他只跟你讲 何时有运 何时没运 好好的去掌握运势来的时候 好好的去避开 不属于你的运 什么叫不属于你的运 所以你就衰运 明明没财运 为了钱 拼命 对不对 明明没有乖运 为了要抢一官半职 拼 其实在我眼中看起来 就一个字叫做贪而已 就是贪 不属于你的 你就不要摸 就不会有事 这个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最主要的观念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